不知不觉在屏幕前的你们的陪伴之下 DW德国之声YouTube频道已经走过了一年多的历程 我们的德媒怎么说这个栏目 也书里总结了不少德语报刊和网络媒体 对于华语地区要文的分析评述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打开一扇了解德国视角的窗户 那么在今天这期春节特别节目中 我们为您整理了在过去一年中 德语媒体对六个热点新闻关键词的精彩评论 既然是春节特别节目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点特别的彩蛋 所以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好了言归正传 如果要评选2021年最受关注的华语地区热点话题 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清单 那么在德语媒体的评论标题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有哪些呢 2021年7月1日 中共庆祝了建党100周年 而在11月的19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则被视为是确立习近平历史地位的重要文件 新苏黎世报11月九六中全会发表评论称 中共的会议公报虽然读起来乏味冗长 但却是了解中国政治现实的必读文献 习的名字在公报中出现了17次 而毛泽东则为7次 邓小平5次 习的前任江泽民 胡锦涛则分别被提及了一次 这些数据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 也就是习近平的功绩堪比毛泽东 而开启改革开放的邓小平 则明显被置于了次要地位 德国前外长菲舍尔也在标准报网页版 12月刊登的一篇题为 向毛主席问好 中国正在重返个人独裁的评论中指出 习近平已经决定告别邓小平 在文革浩劫之后采取的政治改革理念 包括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从而重返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了 这位绿党政治家指出 21世纪的中国已经和毛时代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中国也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难以捉摸的合作伙伴 2021年又是海峡两岸 气氛剑拔弩张的一年 德国商报2月刊登了题为 视而不见于事无补的设评指出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 越来越迫使全世界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 并寻找针对台湾问题的新答案 是支持民主还是支持一个独裁政权 从道义上来看或许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却是困难的 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十分重大 毕竟某国若是冒犯了中国领导人的利益 北京往往会让该国的企业遭受迟余之殃 韩国和日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50周年之际 柏林出版的《每日净报》发表长篇评论 指出中国方面频繁出动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足以显示台海局势已经进入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 评论写道 台湾的2350万民众无法在联合国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机构中发出声音 一个有信服力的德国政府不应该再对这一状况视而不见 德国政府必须要为台湾重返国际社会发出坚定的呼吁 如果北京能够确信包括德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在台湾问题上不会采取主动 那么台湾的可怕前景可想而知 然而当一个欧盟国家采取主动去挑战北京的时候 却被一些德语媒体评论为 无视盟友利益的单方面行动 这也是不无讽刺意味的 比如在立陶宛因为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 而惹怒了北京之后 《南德意志报》12月发表评论称 立陶宛的行为表面看来 似乎很有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 但是细究之下 立陶宛的单方面行动却令欧盟陷入了两难境地 也使欧盟没有统一对华政策的窘境 再度暴露无遗 评论写道 毋庸置疑欧盟迟早都应当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 比如在制定新规则 反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应对中国的制裁措施 以及减少重要产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等等 如果中国不做出相应的改进 那么欧盟就必须奋起反抗 但何时反抗 就哪些议题反抗 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 这些问题应当在欧盟层面上共同决定 而不应该由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 以讨好拜登为目的来贸然行事 这个关键词也可以是一道填空题 不知道在你的脑海里 首先浮现的是哪个名字呢 是他 是他 还是他 全世界最古老并且最流行的儿童游戏捉迷藏 成了在中国反复上演的节目 不管是商界大佬 影视大腕 还是体育明星 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 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引发人们对于他究竟犯了什么事的种种猜测 比如说马云 直到他2021年1月重新露面 中国官方也没有对他的一度消失 做出过任何的解释 商报就在1月份发表的一篇题为 北京羞辱马云是为了立威的评论里写道 现在所有人都应该看到了 在中国 决定企业命运的并不是企业的管理层 而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国共产党 文章指出 马云曾经批评北京严厉的管控 遏制了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马云的言论已经越界 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 也拥有了过大的权力 至于赵薇 我们只知道他所有主演 参演或者指导的影视作品 在8月份突然全部下架了 但是全面封杀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迄今也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南德意志报》一篇题为 《现代式流放》的文章对此评述道 中国共产党正在发起一项运动 以提升艺术家的道德水准 以及对党的爱戴程度 在北京看来 粉丝们对影星的狂热崇拜 必须予以终止 所谓的饭圈文化 已经对青少年一代构成了威胁 他们缺乏正确的价值观 和意识形态的安全性 而对彭帅命运的关注 则与MeToo运动和北京冬奥会 两个话题都紧紧相连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德国日报》11月份的一篇文章 关注了这名网球运动员 对中共高官张高丽的指控 指出这样的事件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 尽管MeToo运动也波及了中国 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哪位女性受害者 敢于对有权势的政治家提出指控 该报评论指出 从中国审查机构快速运作 删除彭帅贴文的举动来看 中国政府并不想公开反思这个问题 而是倾向于充耳不闻 保持沉默 从另一方面来看 彭帅风波也使得西方出现了更多 呼吁抵制北京冬奥的声音 《南德意志报》11月发表评论质问 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以及一众体育明星纷纷发声 要求中国政府解释彭帅的下落之际 国际奥委会又做了些什么呢 这篇题为五环旗下的可怜表演的评论写道 哪里能得到金钱和荣誉 哪里就有国际奥委会 同中国企业签署价值不菲的赞助合同 将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 这一切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 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国际奥委会也绝不会要求主办单位 保障最基本的人权标准 但是一旦出现棘手问题 奥委会就会立刻宣布保持中立 把棘手的事情交由他人处理 堂堂国际奥委会竟落得如此可怜境地 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 实施强迫劳动、大规模拘禁和酷刑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因此决定 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 奥格斯堡汇报在11月份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 在2022年的北京 新冠疫情给了组织者完美的理由 对各路人员进行更严格的管控 作者写道 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后 人们曾经对这个国家的进一步开放 寄予厚望 希望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进 而如今这样的希望已经消逝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气氛 可以说就像北京市郊的山区里一样冰冷 这个关键词呢 其实和刚才提到的马云去哪儿了 有一定的关联 因为从蚂蚁集团开始 中国政府就启动了对一系列科技企业的整改 从习近平提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之后 所谓的共同富裕 还有第三次分配 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词 商报驻华记者Zabina Guzbet 在8月发表的题为 中国财富再分配 是招险奇的评论文章中指出 在一个缺乏法治监督的社会 财富再分配 很容易就会演变成强取豪夺的场面 那些收入过高 政治上又不太听话的人 很有可能会率先受到惩治 这场整改浪潮 对于中国繁荣的私营经济来说 充满了危险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 与日俱增 企业的盈利不断缩水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1年实现了8.1的增长 然而这个看起来相当值得骄傲的数字 并不能简单概括这一年中中国经济走过的历程 像拉闸限电 恒大危机等等都是引发了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 而到了年尾 传染力极强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在全球各国迅速蔓延 中国再次收紧防疫措施始终坚持以动态清零为目标的政策 也使得观察人士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像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所说的那样 在虎年里如虎添翼虎虎生威充满了怀疑 法兰科夫汇报驻上海记者Hendrik Ankenbrand认为 如果没有经历能源危机和奉行零容忍的防疫政策 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更高 那么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否在正确的轨道上呢 标题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增长的这篇文章在10月份发表 提到了限制私企的高额利润 扶持国有企业并不能使中国获得它所渴望的技术自主 北京现在只是治标不治本 不能解决系统中的问题 作者预测 北京在未来几年仍然不会放弃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如果中国想可持续的改革经济模式 那么北京就必须走出放弃高增长率的这一步 以上就是本期德媒怎么说春节特别版正片的全部内容了 这期节目整理出来的新闻话题呢 主要是综合了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最多阅读排名 还有我们社交平台上的讨论热度进行筛选的 那肯定还有其他的重要新闻热点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为我们补充 点赞订阅固然好 独立思考价更高 德国之声为自由决策提供自由信息 如果您愿意 那咱们再彩蛋见 除了施打疫苗之外 孩子的身体也可以发展天然的免疫力 欢迎来到 欢迎来到 欢迎来到DW德国之声 一胖毁所有啊 一胖毁所有 一胖毁所有 什么的 五谷道轮回 圣人有三级 青天降降锐 黄河水一清 新年要有新气象 不要满足于现状 祝大家新年快乐 虎年到来 祝您生活的顺心如意 洒脱愉快 感谢各位给我们的每一句鼓励 每一个点赞 也希望我们今后的作品 一样也值得你们期待 各位看官 感谢您在德国之声 悠久中文频道的创立元年 给我们带来的支持鼓励 和建设性的批评 迎虎之年 我个人最大的愿望就是 哪里都别打仗 只有各位手中的股票能大涨 全身都变瘦 只有独立思考的脑回路不受 祝各位虎虎生威 如虎添翼 龙腾虎跃 我来自身的股票能大涨 我来自身的股票能大涨 也不得 我去